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织出来的围巾 这么贴心 那是送给我的吗 这个围巾 我当然是要自己留着用 你感冒好了 记得还给我 那你赶快教我怎么做 没问题 做这个编织围巾 需要什么材料呢 一起来看看吧 围巾需要的材料有 卫生纸盒 毛线 胶带 剪刀 美工刀 铅笔 以及 史 材料都准备好了 现在来欢迎我们的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又宇 大家好 我是雨晴 欢迎你们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先来做编织器 那编织器要怎么做呢 编织器 我们要先把面纸盒的底部给切掉 它就会变成空空的 看得到里面了 对 然后呢 我们在底部的这里呢 画一个 两公分跟两公分的正方形 然后间隔间隔 一个画叉叉 一个没有画叉叉 一个画叉叉 一个没有画叉叉 正方形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裁切掉的部分 做记号 现在呢 我们就来把中间的这个地方 给裁切掉 好 我先来裁切一个部分给大家看 示范给大家看之后 大家再跟我一起动手做 记得哦 是要剪有叉叉记号的哦 对 你们看 我现在呢 已经剪完一边了 然后呢 我这里有叉叉的地方 我就先往外折 折一下 然后往下折 然后没有叉叉的 不要动它 有叉叉的 往后折 没有叉叉不要动它 有叉叉的 往后折 又云要怎么样 往后折 往后折 没有叉叉的要不要动它 不要 有叉叉的要 要折 要折 好 我们就把它往后折之后呢 接下来再用剪刀一次把它剪掉 哦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一起动手 来做我们的编织器吧 好 这个编织器是面纸盒 一整圈都要这样子做 那我们刚刚示范一边 那我现在呢 已经把四个边都已经剪好了 那我们就往外折 好 它折下来 来问问看小朋友 它会像什么样的形状 成宝 成宝 对 超级像的 没错 可以来想想看你们待会要用什么样的颜色 好 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围巾 把它叉叉往下折 对 在家的时候啊 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共同完成 那哈咪瓜哥哥这边呢 已经剪完了 大家来看一下 我呢 四个边 都已经剪成像这样子的 城堡 锯齿状 那每一个呢 都是两公分 两公分 两公分的正方形 那大家看一下哦 我们有一些面纸盒啊 它边边可能会有两个这样子开开的地方 对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胶带把它给粘起来 因为待会我们要来编织的时候啊 它会比较方便 也不会让你的毛线给卡到了 好 那做好这个编织器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来编织围巾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选一条自己喜欢的毛线 我们不是像城堡一样有凸凹凸凹吗 我们在凹的地方固定住大胶带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起点了 对 好 那要怎么绕呢 毛线往后拉 从后面绕一个圈圈 像这样子 好 第二个也是哦 绕一个圈圈 好 我们第一层都是一模一样的 往后绕一个圈圈 那我们要这样子一直绕绕绕绕绕 绕回这个起点 香草姐姐帮我检查看看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万事起头难 对 所以我要从前面这边先黏一个 要在凹的地方黏 没错 凹的地方黏 我要从这样子绕 还是从外面绕进去 我们要从里面绕 从凹的地方从里面绕出来 绕一个圈 然后过来之后 再跨过一个洞 对 里面再绕 里面绕出来 然后再跨过一个凸 里面绕 里面绕出来 那我们先来把第一圈绕完 好 来看看小朋友有没有绕对哦 那要记得只有第一圈哦 绕过去 我们记得在绕的时候 毛线不要拉得太紧 我们只要轻轻地绕过去就好了 也不要让它太松 适中就好 嗯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接下来第二圈 第一条线呢 拉到第一条线的上面 然后第一条线 绕过它 穿过纸板 再一次 这条线放在第一条线的上面 然后第一条线呢 穿过它 绕过纸板 好 接下来的步骤呢 就都一样了 就这样子全部一直绕一绕 第三层也是一样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样子对不对 好 我们刚刚已经绕过来一圈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把刚刚绕出来的线 放在上面 对 上面哦 放在上面 然后把这一条 下面这一条 绕过来 然后一样放在第二格上面 下面这一条绕上来 这样子对 对 所以这个一样是放在上面 然后再把下面这一条 绕上来 然后可以拉一下 拉一下 让它紧一点 整理整理 所以依序的我们只要 让它每一个都绕过去 然后再绕到后面 这样子再继续完成完成 就可以了吗 对 没错 步骤一模一样哦 好 其实我们编织围巾它不难 它的步骤其实都一样 只是你要用的是耐心 那记得我们在编织的时候 不要把它拉得太紧 因为你如果你从下面那一条 拉上来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 有点太紧不好拉 那你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编织器 固定在桌子上面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 在同一个地方继续转 继续转就好 好 那我们编到一定的长度了 想要换线的话 换颜色我们很简单 这线留一点长度 剪下来 选一个另外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把它们两条绑在一起 多余的线剪掉 之后步骤一模一样 往上穿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很简单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挑选 自己喜欢的颜色 你可以做出彩虹色的编织围巾 没错 就只要把两条线绑在一起 就可以接下来继续编织了 我想要编哈密瓜颜色的 哈密瓜颜色 所以我也要来换颜色了 好 留一个小长度 对 然后在这边把它剪掉 好 跟妳一样咖啡色的 好 在这边打一个结 打结的时候 记得两边拉拉看 看它会不会松开来 好 如果不会松开来的话 我们就把前后的虚虚 稍微剪整齐一点点 接下来就可以再继续编织了 余云你觉得这样子编维巾很难吗 不会 不会 一开始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很难 然后后面开始学会了步骤之后 其实还蛮清楚的对不对 对 对 余云你这个围巾编织完 你想要把它送给鞋 还是你要自己用 自己用 自己用喔 因为像我就很喜欢围巾 因为围巾它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是一个造型 对 尤其又是你自己做的围巾 你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这样的造型颜色 去搭配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我们到这个阶段 我们刚刚已经换颜色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编织的一圈 已经有开始颜色不一样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把我们的成品完成吧 好 好 我们继续编织 已经快到最后收尾的阶段了 好 那我来看一下我的围巾的长度 有没有适合我想要的大小 我来看一下 好 刚刚说这个洞是有用处的 我们要把我们最开始的围巾 从中间这样子 好像变魔术 換颜色了 我来试试看 舒服吗 好舒服喔 而且好适合你今天穿的衣服 对啊 而且长度刚刚好 好 那你们也抽出来看看你们的长度 我们又云这边 你看她抽出来的颜色 她做了三个不同颜色 她换了两次颜色 所以她前后是蓝色 中间是橘色 勤的 她最喜欢的粉红色围巾 漂亮 漂亮 看我的 我换了四次的颜色 看 咖啡色 绿色 很用心 对 漂亮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来收尾 把围巾完成呢 我们可以先预留一段毛线 你可以稍微先绕一下这个盒子 好 大概这样子的长度 一圈的长度 然后把它剪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怎么样收尾 你只要看到这个线头 毛线的这个洞 我们把它穿过去 从下往上 从下往上 穿过去 然后把它绕出来 全部拿出去 对 然后接下来一样再把它拿回来 由下往上 绕出去 然后再把它 拿出来 一圈 一整圈都把它完成 一整圈都要 下往上 抽出来 下往上 抽出来 这边 下往上 抽出来 因为长一点的线你比较好抽 你的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点 最后的围巾都缩在一起了 对 这样子抽出来 下往上 抽出来 抽出来 最后一个 最后面你们要很小心 因为它可能随时就会掉出来 对 所以你要慢慢地 然后一样下往上 抽出来 围巾到底要从哪边出来 抓住了 把它从下面这样推出来 好 轻轻地 推出来之后 我们只要把它拉起 拉起 这样子我们的尾巴 收口就完成了 这样就好了吗 对 这样就好了 好 好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大家 可不可以一起来 下往上抽出来 好 下往上 抽出来 最后它有点像是 束口袋的形状 束口袋 把它给收起来 完成了 然后完成 从后面出来 像束口袋一样 束口袋一样 束口袋一样 拉一下 耶 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那我们刚刚另外一边呢 还有一个头 对不对 另外一边 对 尾巴 一样也把它像束口袋一样 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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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给拉回来 然后你可以让它 轻轻地 松一下 这样子 这里 就紧了 好 你手要捏在 这个围巾的这个地方 然后轻轻拉 而且我们结尾的时候 要记得要松一松 不然拉 拉一拉就会停住 对 所以你只可以拉一下 松一松 拉一下松一松 那我们这样子 围巾就完成了吗 香草姐姐 登登 我觉得我们可以 再让它更可爱一点 更可爱一点 那你有什么小法宝呢 登登登登登 我准备了 毛球 我们可以利用做好的毛球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 最后的线 剪掉一小段 然后记得不要留太长 然后把这个毛球 还有这个毛线这样子 打结 再打一个结 绑紧 打完结之后 再把多的毛线给剪掉 另外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绑个结 拉紧 之后再绑个叉叉结 然后接下来呢 在剪的时候 我们记得不要剪到太底 我们多留一点点 剪掉 我们的围巾都完成了 耶 超可爱的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你要帮你的围巾取什么名字 或者是你有想要把它送给谁呢 好 由于你先 我想要把它叫做天空 天空 那你有想要把它送给谁 或者是自己留什么 自己留着 自己留着 自己带着很温暖 因为是自己的东西 好 那我这一条呢 叫做哈密瓜布丁 哈密瓜布丁 因为你看上面就像是哈密瓜 下面就是像礁堂一样 一层一层的 把它吃掉 那你有想要送给谁吗 我想要送给我妈妈 送给妈妈 给我妈妈温暖 可以 很棒的礼物 那我的 有没有觉得这也很像一个吃的 你的是吃的 对 我刚刚想说是 超纸粿 超纸粿 也是有点像啦 超纸粿 这边是麻糬 哦 有没有 好不好吃 雨至金石 嗯 但是我这个想要给我的熊娃娃围 哦 很可爱对不对 给小熊娃 对呀 好 那问问看雨晴的 我的叫做粉红小花围巾 粉红小花 哦 好可爱的名字哦 那你想要送给谁呢 嗯 我想要自己留着 自己留着 嗯 小朋友很常就喜欢自己做完东西 就好喜欢收藏 对啊 其实今天的编织围巾呢 虽然看起来很难 但是它只需要时间 还有你的耐心 专注力 你就可以完成 属于自己的编织围巾哦 嗯 没错 所以爸爸妈妈 赶快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动手做咯 简单玩编织 大家好 我是哈咪瓜哥哥 大家好 我是雨晴 今天呢 我们要来教大家做这个 幸运星 那我们做这个幸运星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呢 膠 还有铝线 或者你可以准备铁丝 尖嘴钳 以及 剪刀 还有最重要的 毛线 没错 那首先呢 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先把铝线 剪成你需要的大小 那我们在剪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我先剪一小段给大家看一下 在剪的时候呢 因为它可能会有尖尖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小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哦 我们再拿出你想要的毛线颜色 用万用胶 让它跟铝线黏在一起 黏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铝线 这样一直转一直转 记得我们一定要让毛线包覆铝线 快到最后的时候呢 现在呢 我要请雨晴你帮我 把它剪掉 这边 对 我挤上一点点 我还用脚 然后把最后这边把它黏起来 黏起来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整个铝线都被包覆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折成你想要的形状 那我们今天要做幸运心 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折成一个五芒心 我们也可以利用尖嘴钳 来帮忙凹折 然后折成一样的大小 把它折进来 那到这里呢 我们要怎么样 让它这两个点交叉呢 这个时候就要利用我们的尖嘴钳 让它这两个点交叉扣紧 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我们也可以再利用毛线 我们剪出一小段 黏上一点点万用胶 黏上去 然后把我们最后的这个结 再多缠绕一下 好把它缠绕紧 这样子呢 它两边就不会打开了 缠绕好之后 再利用万用胶 再利用万用胶 把它给黏起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这个 幸运心的缠绕呢 首先我们一样先取一条毛线 接着我们在前面帮它打一个结 让它固定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缠绕呢 我们记得千万不要整个把它缠绕满 我们这样子 像我的五芒星呢 我就利用它的边边 它的凹下去的地方这样缠绕 你看大猩猩里面又有一个小猩猩 大猩猩里面有一个小猩猩 然后呢 我再继续变成大的缠绕 用不同的方式去缠绕 然后呢 它里面呢 就会出现像是网子的形状 接下来换我们的语情成为艺术家 开始缠绕你的爱心吧 我们利用缠绕的方式 来做编织 所以呢 编织它有很多种方式 都可以来完成 接下来呢 我就要把最边边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利用万用胶 我们就直接让它粘起来 我的幸运心的基本形状就完成了 雨晴的心缠绕得非常的漂亮哦 可是呢 你看我们一开始拿出来的幸运心 它是不是有一条吊绳 对不对 那你觉得这个吊绳呢 你可以帮你的幸运心吊在哪个地方 床头 床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取出一条适当长度的毛线 我在这里呢 打一个结 打完结之后呢 像我这边 还有多出来的一点点 我再把它给剪掉 我们前面上面这边 是不是没有那个洞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利用活结 好 它就有一个可以移动的圈圈 我们来看看雨晴怎么完成它的幸运心 好 拉出来 好 打结 好 然后把多的剪掉 剪掉 剪掉之后呢 那我们这边要怎么样打那个活结呢 我来教你哦 我们先在这边弄一个圈圈 往下面这边凹进去 然后上面这条线 再把它绕过去 打过来 哇 雨晴的爱心 幸运心很漂亮哦 那哈密瓜哥哥的幸运心 也完成了 我们在家里呢 可以利用铝线 毛线 用缠绕的方式 以及折铝线 铁丝的方式 来完成属于你自己的幸运心 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动手做哦 一起玩编织 下次见 拜拜 那你想要把这个幸运心 你也可以帮我挂在我的身上吗